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GMCC的Charles Zhao Charles你好 周乐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面 贷款的利息 尤其是Jumbo 几乎有降到超过0.5% 这个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呢 就是在联储局 已经积极的加息1.5%以上 可见得房贷的利息 还有众多的program 尤其是GMCC万通贷款 所carry的这些program 远远的呢 要超过利息的上涨 并且反而有下跌的趋势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消息 还有最近的环境 觉得非常的兴奋 我们请GMCC的Charles Zhao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为什么产生这种好的优势 是这样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 联邦署会会宣布加0.75%的 这个Fed Fund Rate 那么其实的话呢 这个0.75%就是百分之 差不多80%的这个估计 他们都说可能会加7.5% 所以的话呢这个市场 就是特别我们讲 这个美国的十年债军的市场 他们都已经就是已经Price in了 就是说 所以的话呢这个市场没有什么大的这个 这个惊动 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News 对我们广大的这个购物者 购物者的这个消息 他们因为利息降这个0.5% 降一个%的话呢 我们讲的就是差不多 几百块钱的这个一个月的这个Saving 那所以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positive的一个 一个信息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 特别是好像他们还有个数据啊 从这个房地产协会出来一个数据 那么其实今年的第二季度啊 这个全美国的这个中间价的这个房子 是比确实要升 是往上升了一下 对尽管这个这个销售量是跌下来 但是这个中间价是往上升 说来讲的话呢 那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 对大家对大家来讲啊 因为前一阵子的话呢 很多的这个房地产投资者 这看这个看情是不大好 那么不过的话呢 最近就是你看一下 我们全美国的中间价 有往上升 那这个利息的话呢 也往下跑 那从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最近这个volume也看得出来 有往上上升的趋势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对大家来讲 恭喜恭喜 那如果说transaction的number往上升 多半是针对在purchase吗 还是cash out呢 我想refile的可能人数 还没有回来很多吧 对啊 从目前来讲 很多很多都是purchase 买房子的多 特别是我们最近GMCC啊 就是出了一个一个second home 因为现在在外面买 因为我们是做34个州啊 现在已经approved 34个啊 对对 34 哇 那么很多人的话呢 在外州 你比方说在夏威夷啊 或者在这个Colorado啊 这些一些滑雪地啊 这个海滨的城市 佛罗里达这边 买second home的人是蛮多的啊 有人公司最近出了一个product的话呢 就是说second home 它利息相当之好 是什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 这个agency啊 这个agency它有一个conforming 这样一个limit嘛 那么在他们对这个agency 对second home的这个 有比较多的加价 OK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要买second home 在agency里面做的话呢 利息真的是比较高 OK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 一个jumbo的一个product啊 最低的是三万五千块 一直到1.5 million吧 1.5 million 那么 你刚才说三万五千块 对对对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很多外州 因为外州说啊 你们家做的房子都是 这个什么贵 但是的话呢 六十一 这个六十四万七千以上啊 他们那边做的不多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second home的话呢 它最少三万五千块就可以 当然没有人 带三万五千块钱 就是说 我们这个limit 至少可以去到这么低 最高呢 我们可以去到1.5 million 那这个second home的利息啊 比agency的利息差不多这样的跌了 低了1.25% 因为它这个贷款不是agency的loan 所以的话呢 它不授予这个agency的这个 对second home的这个加价 所以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看到有很多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公司也有很多的这个investment 投资物啊 投资物的这个product 那从我们这个进来这个volume来看的话呢 现在就是说 做这个investment 跟这个second home都比较多 对 另外贵公司还有一个program是说 全新的房子可以lock 先lock起来for365 days 等于lock一年 万一啊 这个当然好的条件是非常宽裕的 万一这个builder一直delay 那需要延长的时间 比一年还长 有没有可能性再延长啊 一般的话呢 那365天的话呢 就是说一年可以说 一年时间都足足有余了 应该是 一般的话呢 一般人家签了这个合约 半年怎么样都已经完全可以close了 可能再延长一些 那我们这边现在还没有试过 超过365还要 还要在这个延期的 一般的话呢 你比方说我们通常很多 他们说这个75天啊 90天我们这个都有 那么锁这个75到90天的时候 可能都有机会 要做这个extension是可以 但是锁了365天 我们还现在还没有 要这个一年之后 要延期的都还不需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Charles如果说锁了这么久 那当然就是在anticipate这个read会上涨 自己现在lock的read可以被保护 但是万一这个read在未来会下降的话 能不能再redraw的long document read可不可以有所改变而下降呢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我们特别是这个agency loan 我们都有一个flow down的一个policy 当你这个例行锁了之后 当降到一定的这个降到很多的时候 我们公司会提供一个free这个flow down 对对对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 OK好 那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的8月份了 那距离年底也快到了 那中期选举就是发生在11月 同时9月份又有另外一个FOMC的meeting 然后2022年第一第二季度的GDP 都是下滑的 所以现在是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当然是针对对贷款的环境而言 你来预测今年下半年的贷款的利息 是不是也像现在一样 现在是这样的 你要看的话呢 因为我们公司通常来讲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policy就是说 因为一个是利息 还有一个是政府的一些规定 这种东西都不是我们所control的 当然我们可以大概预计一下 估计一下 估计今年的话呢 利息也不会跑到哪里去 因为什么呢 在这个我们已经涨了五次了 还有三次 还有三次 他这个会议 那么大家估计到今年年底 差不多Fed Fund rate去到3.25到3.5之间 OK 可能有的会说 少数去到3.75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差不多 2.5到2.75了嘛 所以还有三次的话呢 市场的估计也没有说涨了那么快 所以的话呢 我对这个贷款的利息 还是比较看好 对 好 我跟你的意见也一样 反正我觉得联储局积极加息的动作 可能已经就消停一点了 今天非常感谢 Challis 感谢你 也谢谢GMCC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朋友 已经开拓了34周的市场 还要继续下去 非常恭喜你 谢谢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就回来